阿米林安 清亮又具有穿透力的歌聲 让全场都安静下来 台湾族的传统歌谣 米林安为这场在纽约举办 结合议题和人生故事分享 以及原住民音乐的公寓分享会 揭开序幕 这个就是我们丽马每年 都会来这边办一个公寓分享会 那主要就是说 希望可以把台湾的发生的事情 然后去分享出去 给各个世界来参加 这个UNPFI的朋友们知道 那大部分我们分享都是 团员们自己的生命的经验 的体验 或者是一些工作经验上的发现 或是有些社会运动的参与 然后是透过自己亲身的经历 去说出来的 从2013年以来 丽马台湾原住民青年工作小组的成员 都会在参与联合国原住民议题 常设论坛的期间 举办公寓分享会 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和所投入的原住民族权利工作 而在每一位分享者 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前 会先介绍给与会者 一首与分享议题相关的 原住民歌曲 今年的分享会在纽约时间 4月23日晚上举办 排湾族的萨根恩加萨伊兰 首先向在场约30位与会者 分享自己在台湾的 法律辅助基金会工作的 所看所学 北南族的巴林阿苦穗 是全团最年轻的成员 感性地分享 自己在一年前大学毕业后 回到部落 从头学习到的北南族文化 以及建构认同的过程 同样是北南族的苏奈苦穗 在台湾从事社工工作 除了分享原住民族社会中 本来就存在的互助照护关系 也谈到因为担任社工 更加强化她的族群认同 我成为社工的第一步 是寻找自我 我是谁 这是我没有意想到成为社工 竟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目前在西雅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泰鲁格族的吉王德拉也出席了这场分享会 简单介绍她在西雅图也共同响应的狼烟行动 参与分享会的与会者 有来自秘鲁 越南和美国的原住民族人 也有在纽约念书或是工作的台湾人 藉由分享会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议题与现况 有更深度的认识 我觉得大的收获很多很多 我实在不了解说 第一个就是法律性的问题 我一直以为说 就是法律不周全 或者是这样的问题 是造成就是原住民 就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可是现在是落实性的问题 那就是更大的不公平 这一页台湾原住民青年的分享 激起许多讨论 伴随着歌声与笑声 让更多人认识 也思考原住民族权利落实 在现代台湾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几十年来所达到的成就 记者 杜希 乌隆 美国纽约采访报导 杜希 乌隆 杜希 乌隆